移民与关卡局表示 去年有大约800名国人被发现 使用无效的护照影响了旅客通关的时间 而随着农历新年到来 乌兰和大市关卡每天通关人次将会明显的增加 当局因此提醒国人 在出发前要确保携带的护照有效 移民与关卡局表示 去年有大约800名新加坡人 在我国陆路关卡被发现使用错误的护照 或之前报失或被偷窃的护照 导致出入境的通关延误 当局提醒国人 在出国前要检查护照 确保所携带的护照是自己的 而且还剩下至少六个月的有效期 当局表示 从后天起到大年初四 从乌兰和大市关卡通关的人次 将比平时多出3万人达到43万 由于关卡实施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 在新年期间通关的等候时间 预料将会比平时要来得长 另外当局也提醒人们 不要携带爆竹等违禁物品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